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通过学习 我们大致地了解谷歌地图开发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权限 在这当中,我们还涉及了GPS定位、WiFi定位和机箱定位这三个概念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节课里面呢 就让我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理解这三个定位方式的概念 以及它们之间的特点 首先来介绍第一种定位方式,GPS定位 那么GPS定位呢,是根据设备的GPS芯片和卫星来实现的一种定位 那么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描绘的是天上两个卫星在源源不断的 像地面上的一些基础设备,发送微星信号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在地面上比较空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进行的 那么这个就是GPS定位的一个特点 它必须呢,是在室外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进行的 当然呢,如果在室内当中 一般因为这些信号,我把窗后到室内里面去 所以呢,在室内当中一般都是不可用的 当然了,如果你在窗台边或者是在阳台边 多少还是能接收到这些微星信号的 OK,这是GPS定位的第一个特点 它必须是在室外进行的 而且呢,它的覆盖范围广 OK,说到它第二个特点呢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度 这个精度什么意思呢 精度就是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呢 在GPS定位当中呢 它是和芯片本身以及周围的使用环境有关的 大家知道,它的这个使用环境呢 就是要求是在室外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GPS的定位精度是在10米左右 这个10米呢 相对于我们地球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来说 这个精度啊 这个误差算是比较小了 那么它的精度 高 一般在10米左右 OK 在我们手机上面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 使用GPS定位 大家知道我们必须有个设置 那么这个设置呢 其实是打开我们手机里面的GPS芯片 打开这个芯片这个模组 那么一旦打开呢 它就会额外的启动一块硬件 去进行接收GPS信号 这一过程当中呢 就会对我们手机的一个电池能量产生一个影响 那么它会让我们手机比较耗电 那么它的一个适用的适用的场合 是什么样子呢 它适合在郊区 或者室外的空旷 地方 这是GPS定位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第二个概念是机帐定位 机帐定位 大家看到下面的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描绘的是机帐定位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根据设备获取的机帐信息 实现定位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三个机帐 形成三个点 那么我们机帐定位呢 通过离我们最近的这三个点进行计算 那么有人会问 为什么非得三个点呢 一个点两个点行不行 一个机帐两个机帐这样子行不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三个大圆圈呢 所代表的是当前这个机帐 辐射信号所覆盖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 大家看到我们举简单的一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只有一个机帐 只有一个点 那么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手机 在这个圆周上面 在这个圆周上面 具体它是在圆周的哪个点上面呢 是根本无法得知的 那么同样的 两个机帐 两个机帐 这样子定位出来至少也有两个点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咱们这个定位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不准确了 那么为了提高进度 我们手机信号在进行机帐定位的时候 通常都会选择三个机帐 来具体的确定我们当前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三个圆圈的一个交汇点 那么就可以很精确的 定位到所处在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这个覆盖面呢 通常呢是取决于 它的这个信号的一个 覆盖的一个半径 一个半径范围 相对起那个GPS定位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在室内当中呢 同时也能接收到手机信号 那么在室外也是可以的 只要在这个机帐的一个覆盖范围内 无论是室内外 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机帐定位的 那么关于它的精度呢 它的精度在很大程度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很大程度上呢 除了跟它的那个覆盖的半径范围啊 有关之外呢 还有跟这些机帐的这个密度 假如说这个当中还出现第四个机帐 也是处于啊 在这个交叉的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设备在这个交叉范围当中 那么同样的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我们的一个精度 这样子呢 使我们的定位会更加精准 它的精度 一般 拒绝于 信号覆盖 范围和 密度 那么它的适用场合呢 是在一些可以接收到手机信号的一些场合 那么这个就是机帐定位 在介绍完 GPS定位和机帐定位之后呢 接下来呢 有一个概念 有跟大家稍微提及一下的 就是 A GPS A也就是 Assisted 辅助的意思 那么它全称就是 辅助GPS定位技术 那么 在这个技术呢 跟我们前面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呢 这一种技术呢 是前面GPS定位和机帐定位的一个结合体 为什么呢 通常来说 我们在室外 卫星定位 GPS定位 它的一个精度会比较高 那么这有利于我们在室外的一些场合 进行定位 那么同时呢 室外也有可能给机帐所覆盖到 那么在机帐覆盖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定位的精度 那么 这两者一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定位的精度 更加的精准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种定位方式呢 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面 弥补了GPS定位 在室内定位的这一块的不足 那么也就是 在大的方向上 可以确定我们大体的一个位置 在具体的 我们在室内的 究竟是在哪一块位置呢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 准确的确定位置 它是结合GPS定位 和机帐定位 它的精度方法更高 它还需要额外的设备支持 使用了 A-GPS定位的话 那么通常在我们的定位设备当中呢 还有通过加入一个特定辅助模块 以及呢 改造接收信号的这个天线 再之呢 在移动网络中 加入一个位置服务器 等等的 这些硬件设备 才能启用这个A-GPS定位 它适用的一个场合呢 它可以在郊区 或者是城市里面的 公共场合 包括学校 商场 校区 和公寓园等 一般来说 使用这种 是为了达到更高精度 更高精度的那个定位要求 才 才启用的 那么普通的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机站定位 或者是GPS定位 就足够了 那么第四种 第四种呢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Wi-Fi定位的这个概念 Wi-Fi定位呢 其实它的原理 跟咱们的机站定位 是很相似的 它是根据设备获取的Wi-Fi信息 进行定位的一种定位方式 那么 它这种定位方式 跟前面的几种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这种定位方式呢 它的一个覆盖范围 覆盖的一个面 是比较窄的 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但是呢 Wi-Fi定位 它的特点呢 是它的架设和移动方便 覆盖的面 还有点击面 可以覆盖的面很广 在我们的大城市当中呢 这种情况呢 体现的更加明显一些 比如说你现在在星巴克里面 待会你又去到商场里面 你会感觉到 你处处都受到那些Wi-Fi的覆盖 Wi-Fi定位的特点 主要是在室内 另外一个呢 它是要通过 需要通过网络的信号 而并不是 当当上手机的信号 那么第三个呢 是它的精度 它的精度同样的 跟它的热点的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以及 密度 就是热点 所覆盖的这个密度 有关 第四个呢 就是它的架设 移动 方便 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书房的一个 Wi-Fi 待会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解 搬到我们的客厅当中 它的这种 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那么它的一个适用场合呢 适用场合 那主要是在室内 Wi-Fi热点 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Wi-Fi 比较集中的地方 它的定位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精度也会非常的高 这当中呢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 就是咱们机杖的一个精度范围 那么它的精度一般呢 是在200米左右 相对应的Wi-Fi定位 Wi-Fi定位的一个精度 这里补充一下 它的精度在20米左右 这是得益于我们的 Wi-Fi热点的覆盖的密度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城市当中 Wi-Fi的覆盖率是比较强的 通常是多个 Wi-Fi信号叠加在一起 那么这样子产生的一种效应 会使我们定位的这个精度更高 OK介绍完这几种定位方式呢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通常来说 我们这个地图定位呢 关于选择哪种定位方式呢 现在的SDK里面 基本上都有手机状况 以及所处的一个环境自己来选择了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手机里面 在我们的SDK里面 一般都会启用机上定位和Wi-Fi定位 当然了 如果我们在室外的一个场合 或者要求我们的精确度更高的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直接的启用GPS定位 那么这时候地图SDK里面 通常会帮我们自动的去识别 去接收这些微信信号 帮助我们提高这个定位的精度 OK 以上讲解的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希望大家 在通过这节课之后 对我们的这几种定位方式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OK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